好 董事長 剛剛講的今天 麥卡錫跟蔡英文 兩個人見面了 見面了以後 剛剛講的外面居然打成一團 不是 這個我看到昨天一個畫面 就是一個媒體訪問一個大媽 問一個大媽說 你們這個到底是什麼樣的情況 他說我們今天就是被召集起來了 被召集起來 那明天呢 他說明天不知道 我們在等上級通知 哇靠 所以這些都是上級通知 聽說啦 網友網路上講說一天四百塊錢 那四百塊錢是 四百美金吧 人民幣或美金吧 大概是這種 反正我看到一個金額搞不清楚 但是確定的是有料服務嘛 因為那個大媽一看就知道有點年齡了 就大概有七十歲左右了 所以他們這個活動 我覺得在美國來講的話 應該是也習慣吧 美國人無所謂嘛 對不對 但是打這個動作 這個犯美國人大致 因為動手是不行的 所以我如果舉牌子講說 美國滾出台灣 台灣是中國的領土 不要對中國挑戰 上次上面上面寫著 One China 台灣 is part of China 這也沒有關係 可動手就不行了 動手不行 因為這個東西 他本來你在美國這種抗議太多了 全世界的問題都在美國抗議 但是今天你在這邊動手打人 是造成美國人 造成美國人對中共的反感而已 而且這個反感的情況會陸續加溫 你看他在場內的演講來講的話 你說這個馬卡西的整個主導的內容是什麼內容 全部是共和黨的嘛 共和黨現在的情況現在士氣高昂啊 因為你紐約又搞了一個要起訴川普啊 川普現在已經變成共和黨的大英雄了 他昨天跑回他的海湖莊園裡面 海湖莊園大肆演講 所以現在搞到美國現在非常嚴重喔 美國現在兩黨之間的這個紛爭啊 會非常的高強度的鬥爭會即將 現在開始 那未來的一年當中 包括台灣的選舉 包括美國的選舉 兩黨之間都會不斷地增加衝突 在衝突裡面 有一個是兩黨共識的 就是對付中國 所以中國會在這個未來的 美國的內部因為擠壓的這個情況之下 會變成一個宣穴口 會所有的力量集中打擊中國 這一次中國特別派出了三通號 感覺上他要來威嚇這個地區 但問題是結果三通號一出來 就被人家看穿了 而且你可以被台灣被日本 從空中中海面上來拍到 不但從空中海面拍到 旁邊還有尼米茲 那你中國的航空母艦真的能用嗎 他不能用嘛 不能用 當然他是訓練艦嘛 他問題是他花了多少錢 我請問你嘛 他花了多少錢 他不出來亮一亮的話 像狗一樣不出來遛遛狗的話 他能看嗎 對不對 預算要怎麼交代 他後面還在建第四艘 第五艘 第六艘 他要搞個大艦隊 可是以前的都不能用啊 這是什麼關係 他慢慢搞久就能用了 他起碼比你大隻嘛 對不對 他這個從失敗中學習經驗 是他的態度 這值得鼓勵嘛 對不對 但能不能用 當然不能用 你有認為我們台灣在作戰的時候 有判斷過說你的航母來攻擊台灣的響定嗎 沒有嗎 從來沒有 中國的北邊一個航母 南邊一個航母 然後我們的東邊一個航母 然後呢跟舟中一個反鋸子 然後外面的船艦不能進來 就把台灣給包圍封鎖了 這個航母一下一打就垮掉了嘛 不是美國參議員不是講了嗎 要快點我們這個反艦飛彈要快點來嗎 一顆飛彈就把它幹掉了 它那個航母完全沒有作戰能力 這是個現實嘛 而且它現在用的飛機 還是固定翼的飛機嘛 所以它能夠載艦載機的數量也很有限嘛 然後飛行的距離也很有限 各種條件都不具備戰備條件 它出來不就穿幫了嗎 它不是穿幫 它是內部虛操 它是給央視拍畫面用的嘛 你不要搞誤會它 都誤會大 這拍宣傳照的 它是宣傳 它中國共產黨的最重要的策略 其中一個就是宣傳 中宣部的任務很重要 這個國家就是靠打嘴炮 靠宣傳來鞏固民心 不然它花那麼多錢 它放在哪裡咧 你知道它放什麼地方咧 它不到底台灣附近走走有個屁用 它你問你 請問你啊 它到底 你看看美國 這個醜媳婦一定要見公婆的 它不是要對消化預算嘛 你看美國一支航母艦隊出來 代表什麼意思啊 它可以攻打你一個國家 它一支航母出來的航母艦隊 那叫滅國神器 它整個 它還有航母下面的潛艦 它的護衛潛艦 它整個形成的那個防空網 你根本沒有辦法打到它的航母的 它那個航母是能夠 等於是整個跟一個國家作戰的能力超強的 那個是航母的意識 它有特別的攻擊能力 它那個航母不是嘛 這是大船嘛 這是大貨櫃船也很大啊 對不對 它沒有作戰能力的 而且它也沒有想要拿它的航母來打台灣 從來不是的 可是它有開始在花這個錢 它才嚇人的 它現在它航母還 真正的航母有用的 還是要核子動力航母才用 你這種航母有什麼用呢 而且還冒黑煙 那冒黑煙就正常 那鍋爐嘛 一定冒黑煙嘛 這主要的目的是不能打仗 可是為什麼要出來 你要知道 出來是為了讓央視拍畫面 央視拍畫面能夠鞏固 能夠讓團結中國人的民心 中國人你要知道 它有六萬多农民耶 农民看起來很爽啊 就央視畫面看起來就是 你有我也有了嘛 所以主要是宣傳用的 好 現在大家覺得 現在烏克蘭出現一個詭異的氣氛 似乎進到了一個寂寞時刻 為什麼要寂寞時刻 因為他們現在很多的戰情不發布了 不但戰情不發布 一個最關鍵 你是你特別提到的 現在西方的世界 你明明講 你的挑戰者二號進去了 你的鮑二進去了 甚至你的MIA2也要進去了 可是這些東西 以前都大肆宣揚的 現在竟然都沒有聲音了 不是 現在英國的挑戰者二號 跟這個德國的鮑二坦克 這個已經進到現場 它陸陸續續每一個國家 它是從不同的國家進去了嘛 那現在目前來講 德國進的數量最大 德國大概有將近有 它是三十輛的鮑二坦克 可以組一個戰車營 它大概有一個營到兩個營的兵力 其實已經到了進入戰場了 所以它這個目前的部署 是以鮑二為主要的 主攻的重型坦克 那現在目前 這是烏克蘭方面 那總數量據說 大概差不多是300輛坦克左右 目前烏克蘭的部分 但是這個戰區 到底是打烏東還是烏南 現在目前還不是很清楚的狀況 那你反過來 你再看的話 目前來講的話 兩邊的炮彈是最重要的需求 對 因為炮彈 因為地面作戰還是以炮彈為主 那這個炮彈的情況之下 你知道美國現在已經從 不同的地方 從韓國調炮彈進去 然後從以色列 美國已經從以色列到調炮彈 炮彈包括有15流斷炮 有122炮 有不同的炮彈的型號 因為它在以色列有很大的庫存 它把以色列庫存也調到 烏克蘭戰場了 所以炮彈是最重要的 那目前一天 預估目前一天來講的話 烏克蘭大概用到 6000到7000發的炮彈 算很省 對 可是你這個 這個市場平時這一天的 故居故事狀況 可是俄羅斯來講的話 它曾經高達一天 用到10萬發的炮彈 它現在降低大概到2萬發的部分 然後所有的兵工廠 現在全面三班在生產 現在俄羅斯的炮彈 現在沒有辦法用 比它自己在三班生產 然後俄羅斯現在目前預計 今年它要生產1500輛坦克 1500輛坦克你聽清楚 這1500輛坦克是什麼坦克呢 包括改裝800輛坦克 也就是700輛新型坦克 可是從蘇聯之後 它蘇聯解體之後 它把所有的坦克的生產線全部廢掉了 它只剩下留下T90的坦克 那做得出來嗎 最新 所以做不出來 所以最不知道怎麼辦呢 所以它現在又找了很多保養廠 把它改裝成這個所謂的這種 改裝成新的生產線 投入新的生產線 做這個800輛坦克 是從二戰以前的庫存 就是那個T5 T5 T6 T60 這個級的 但是那個坦克 它是並不是要拿到 這個戰場上做攻擊 不然呢 它有很多地方的衛序部隊 保衛的 保衛地方型的一些地方兵團 它原來是駐守地方的防衛兵團 那這些兵團用的 還是有T80跟T70的坦克 也有那T90很貴 很少 所以它就把這個做一個代換 它改裝了坦克 去換掉本身國內 目前做衛序部隊用的坦克 那不就代表現在俄羅斯的 防禦能力也變低了嗎 那當然就變低了 因為那個 可是那個坦克是反 那個它現在換裝以後的坦克 它不是來作戰用的 它是來鎮壓反對黨用的 它是壓老百姓的夠用 對不對 可是它到第一線上的話 還是用T80跟T70坦克 那這兩個是目前準備要作戰 可是總數量 它今天要做到保持到1500萬兩 1500 1500 1500兩很大的數量 可是你相對 你看看北約 或是烏克蘭這邊的話 大概300兩到400兩的部分 這個所以數量上來講的話 二方有絕對優勢 你不要小看這個東西 它狂轟爛炸 它炸出一個空間出來 或一個大開闊的一個大平面來講的話 它轟炸還是有用的 怎麼樣 當郭台銘 首先講 郭台銘昨天那樣的一個參選的生命 很清楚 就是衝著侯友宜來的 而且郭台銘眼中 我也只有一個敵人 這個敵人就是侯友宜 侯友宜先講 我一生為了保衛國家 才會逐了無次的槍戰 走過槍林待遇 面對的時候我毫無畏懼 但是他要應戰了嗎 這個回答很有意思的 就讓郭友宜 如果經常跟他接觸 他都會聊到過去的 這個警察生涯 警察生涯就有很多 兇險的這些的 難以忘懷的這些記憶了 那可是在這個 昨天那個郭台銘 這個整個的這個記者會有一個重點 我們看出來一個很有趣的地方 重點在哪裡呢 第一個重點就是說 原來國民黨準備是什麼 徵召 那徵召的概念裡面 就包括有充分條件 有必要條件 對不對 包括大佬要遵循意見 黨員意見 不知道 可是有一部分 民調 一定是民調 民調一定是充要條件裡面 必要條件中的重要元素 對不對 但是並不是 並不是絕對因素 對不對 但是從郭台銘 他的必要條件不是充要條件 對 他不是充要條件裡面的必要元素 應該這樣講 可是郭台銘昨天那個演講的說法 就改變這個遊戲規則 就是民調決定輸贏了嘛 對不對 就是其實很簡單 但是他講的是不是事實 是事實啊 萬一是 我民調贏我出來 我當然不讓 我民調輸了 我全力支持侯友誼 對 這樣講 那反過來看一個問題 就是他有把握未來 是不是一個月 或是未來半個月 或是多久時間之內 因為侯友誼上次的民調是 在美利島的民調是26%嘛 郭台銘是20多% 20點幾嘛 差6% 6%差不多耶 6%差很少啊 6%很簡單 現在外面在打擊 有特定的 有一些部隊 在攻擊侯友誼的力道 是很強勁的 假的 打得很精彩啊 打得非常精彩 你就仔細去看 我們很多好朋友 在這個節目上的論述 非常講的 講的這個非常好 我覺得是打到的這個 下手下得很重 對 猛準狠 打得非常猛 又很準 又很狠 我看到這個現象 當然那個是 跟郭台銘無關 可是郭台銘在這個時間點 他在開始發動 他的如果初選機制的話 今天又看到媒體有登出來說 他的大小姐要出來操盤 如果這個操盤出來的話 我認為以郭台銘的力量 跟他的聰明才智 跟團隊的力量的話 拉抬個3%5%有沒有可能 我認為是不無可能 是很有可能的事情 對 換言之講 這個一升一降 降 這兩個可能就變成平手 或是說郭台銘超前耶 那郭台銘如果超前的情況之下 我請問你一個簡單的道理 他如果民調贏 他就不會讓了吧 不是他不會讓 你朱立倫怎麼去徵召一個民調輸的人出來呢 朱立倫如何去徵召一個最強的 原來講最強的母雞 現在最強的母雞 民調現在輸給郭台銘 你怎麼徵召法 所以這個徵召 所以雖然徵召的範圍是大範圍的 但是被昨天的這個郭台銘一席演講 一席的這個記者會之後 把它破掉了嘛 破成一個民調比賽 對 這個是一個完全很奇特的一個變化出來 那這個奇特變化出來 如果說我剛剛講的 如果再有這個升降的這個 這個態勢出現的話 那局勢就會改變了 那郭台銘就有可能出現了 好所以董事長 今天美國這個RCE35也太故意了吧 也就是說我先公佈說你的山東號 經過巴士海峽 然後你要不要架走 然後我先公佈說 我的RCE35在這邊飛 在這邊飛了以後 就公佈在哪裡 他說我就標定了一個區域 這個是我們要的 這是我們的南台灣 這是恆春這個地方 在這個區域裡面 剛剛講你現在的山東號 你的兩個補給艦 你的護衛艦 補給艦 全部都在這個地方 就代表美國告訴你 你只要出來 我從上空可以看到你 台灣可以從旁邊看到你 日本可以從前面看到你 你不就被看光光了嗎 山東號本來就是一個比較 目前來講的話 還沒有完成戰備的一個訓練艦 那他的這個條件來講的話 我認為他現在目前 解放軍的海軍 讓他出來走一走的目的 到底他是不是真的有這個威懾性的效果 絕對也沒有 我覺得他主要滿足他本身 內部的需求比較大 對 他內部的需求 而且真的作戰開始 拍給中國人自己看的 當然是 鼓舞士氣 鼓舞老百姓的民心 是主要大部分的 因為他花了很多錢嘛 花很多錢總要交代一下 因為你也知道 兩岸作戰開始的時候 航母不會出現嘛 不是 之前擺的說法是說 我在北台灣這邊放一個航母 我在南台灣放一個航母 我在北跟南之後 我幹嘛我就封鎖台灣海峽 另外我在東邊也放一個航母 東邊放一個航母 你要來騎雲的時候 我就可以阻擋你 那搞了半天你根本就鐵棺材嘛 他這個作戰的邏輯 不是這樣開始的嘛 因為大家都知道嘛 如果是一定是中方 解放軍先開始第一級嘛 飛彈的攻擊 解放軍開始第一級是兩個東西嘛 一個是飛彈嘛 或是他的火箭彈 飛彈 然後還有這是飛機嘛 對 他戰鬥機或轟炸機的攻擊 這第一波嘛 他一定是把我們的高價值資產先 先炸掉 先打掉嘛 先打掉之後 他取得空優的情況之下 他才有可能派海軍出來啊 海軍怎麼可能現在 沒有空優跑來跑去 不是兩下就幹掉了嗎 對不對 所以這個邏輯 戰爭的序列不是這個序列 不是邱國正那個講法 我們康定劍去打他一下 那哪裡有可能 因為他的第一級已經 一定把我們康定劍一定 相當程度的封鎖掉了嘛 所以康定劍又還要做第二級的攻擊 他的這個山東號的可能性 完全不存在啦 這個邱國正是陸軍你知道嗎 他故意他也是跟 他也是故意講一些 鼓舞老百姓士氣的話 可是今天很簡單 大家認識清楚 中國到底有沒有被世界上 認定是一個擁有航母的國家 這是定義問題嘛 他不是有航母的嗎 當然沒有嘛 他沒有航母 他根本沒有戰盃怎麼打嘛 跟美軍的航母 你如果有遼寧號 你有山東號的 你的第三艘 第四艘也在上海的 這個藏心造船廠在蓋了耶 那我先問你很簡單 那他水下的 他水下的防禦的工作在哪裡 他水下的潛艦呢 水下潛艦 沒有嘛 他怎麼可能有呢 水下潛艦如果有 他就不會這樣 怎麼會從台灣海峽過來 怎麼可能的事情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因為航母的戰術 基本上 他是一個整個一個團隊的作戰 他是其實三區作戰的 他是陸海空三區的可能性 因為還有陸戰隊耶 對不對 他是陸海空三區作戰的一個 整個一個兵團耶 那你那個搞兩條大船來 像一個大鯨魚晃來晃去 那個沒有意義的事情 但是對解放軍的海軍有意義 為什麼 他們要宣傳 他們要跟國家要預算 他們有一天期待 也變成一個航母國家 然後我請問你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解放軍的海軍 有過作戰經驗嗎 打海盜有過嗎 只有打過西沙巡島戰 這跟越南 那個是小三板的作戰方式 真正的有沒有 沒有 他們海軍的作戰準則 有沒有海軍戰略的思想 有沒有海軍戰術的訓練的 一些基本的規定 有沒有這些東西 沒有嗎 完全沒有 他說他完全摸索 黑暗裡面摸索 摸索不出來 那美軍就是一套東西出來的東西 他現在沒有這個東西 所以我認為那個是 我覺得好萊塢式的作秀佔大部分 他的航母到目前為止 沒有必用 董事長 什麼年代了 還有海盜 而且剛剛講 他就在菲律賓 我跟你講你要進港的時候 一定會塞港 塞港就 我的很多船家在外面等待 沒有講到我在等待的狀況 已經覺得是安全了 已經在菲律賓的管轄範圍內 海盜居然上來了 沒有 我曾經 我有一個 我以前公司做過散裝貨櫃 你做過散裝貨櫃 我做過大眾人物料 所以我的船 到港的時候 到高雄港 就在外海 在外面 在外面 對 等到這個通關的命令下來 我們才能夠 船才能夠 靠岸卸貨 我們還有快慢卸獎金 這很多規定 這個有的 所以可是在那麼距離 那麼距離這個 港口海關那麼近的地方 居然會有海盜上來 我覺得剛剛 鄭浩私下跟我講 我就講 對 那不是海盜 那是強盜 這不是海盜 這跟海盜有什麼鳥關係 對不對 菲律賓的強盜 我都已經到了你的公海 我一直到跟你 都跟你 菲律賓海關報備 我要進港了 對 我進港的話 表示我的整個情況 我是在等你通知我 能夠進一步的靠岸 對不對 其實是申請了 你在你的海事拐架範圍內了 對啊 你的海軍要保護我 怎麼會這種事情發生 那這種鳥太鳥了 對不對 就表示菲律賓的自然 非常惡劣 對不對 搞個火箭炮也得了 對不對 真的太離譜了 董事長 現在屋居然有個新的發展 現在德國居然說 不要給武器給烏克蘭了 對啊 這個荒謬了 現在剛好 法國總統馬克宏跟歐盟的主席 從頭來人跑去北京 去北京的目的是什麼呢 他概念上就是 你現在習近平提出一個十二項和平方案 我們現在是不是來談談看 這個方案怎麼推動這個事情 然後呢 這個烏克蘭這邊準備了 準備發動軍事 發動這個春季的軍事攻擊 春季攻擊 然後美國人心事淡淡 提供了不少的武器彈藥 準備給他好好大幹一場 然後大家都沒有人很關切 做習近平這個事情 因為他認為說 你提了很多條件裡面 不是很合理 其中最不合理的條件就是說 他要希望烏克蘭是立即停火 立即停火的情況之下 給人拉偏架嘛 給人在幫俄羅斯忙嘛 結果突然今天傳出這個消息來了 德國停止軍員 報道裡面有一個核心的用字 秦榮 他說德國找到一個理由跟機會 停止供應軍火裝備給烏克蘭 他本來就不想給了 本來就很勉強了 他就說找到的理由不給你了 講白就這樣子了 那個理由很有意思在哪裡呢 因為現在你給他 他給他很多鮑二坦克 給他很多裝備 結果這些裝備呢 他大概要花上 將近十年的 他因為他現在GDP 要急等到百分之二嘛 百分之二 可能是原水救不了淨火 而且他要全面性的 把他的這個軍火生產能力 要提升起來 對 那這個在二次戰 二次大戰以後就已經降低了嘛 我要供應給你軍火 給烏克蘭的話 那我本身的防備 就不夠了 不夠 不過我要增加生產 他變成他本身的軍事的防備 會有缺口 那他不願意有這個缺口發生 所以他今天用這個缺口的名義 然後再加上了這個習近平 願意出來調停這兩項的因素呢 他們暫時 他們現在就開始 停止供應軍火給烏克蘭 我老天爺要大事大條嘛 這個一搞的話 那不是等於就是說 北約的這個聯盟的 有產生重大缺口 對 因為美軍的概念就是 在繼續攻擊嘛 那你這個東西停止 德國開始停止的話 那德國這個缺 要補充上去的 德國的裝備的話 有哪 那北約哪個國家提供出去的 沒有國家的嘛 除非美國自己下來打 那天